大家好,我是Stan 当你为了学业,为了工作,正在努力奋斗的时候 看着悠闲地躺在大街上的小狗的话 有没有说很羡慕过那只狗狗呢? 甚至还想要当一只狗呢? 一般应该不会 但是昨天,我第一次觉得我突然想要当一只狗 这是昨天在节目中出现的穷狗养的狗狗 这是杜饼犬 以前杜饼犬为了方便打猎会把耳朵跟尾巴给切掉 但是到了现在,很多人只是为了好看 就很残忍地把耳朵跟尾巴给切掉 但是橙饼的爬米没有那样 如果大家可以当一天动物的话 想要变什么样的动物呢? 我狗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忙着监督成员们泳装的树花 前几天,尤家宜的成员mini再次上传了泳装照 但是看到照片的树花反应是 我会送给你泳裤等着 应该是担心腿部漏太多了吧 然后这次是索元上传了泳照 看到照片的树花反应是 是很漂亮,但是现在天气冷了,穿上衣服吧 树花真的会很可爱的照顾人 爱豆供认如教女可可 好可爱in the morning 太可爱了,好想再赶紧看到腰架爱豆完全体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一位网友上传的 完全避开SM颜值传统的SM女爱豆 这位爱豆就是 Aspa Karina 网友表示,SM从第一代爱豆开始就有SM传统的颜值 但是Karina是第一个不会马上联想到长得像的前辈的爱豆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韩国网友们是怎么想的 但是Karina不会想到像谁 反正四个人都很漂亮,是非常有好感的团体 我反而第一眼看就觉得是SM传呢 不会觉得很像TM吗 不管那些,她是怕别的公司抢走的像 不管她是什么像,都会想让她出道的 所以大家觉得Karina是不是SM传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韩国论团引发了巨大热议的一个帖文 我是刚结婚7个月的男生 目前已经跟老婆冷战了两个礼拜了 我们到现在彼此都不说话 老婆说我太在意过去,使她感到很不愉快 我绝对不能同意,请大家拼拼你 两周前,我跟老婆一起去了老婆的娘家 晚上我用老婆之前在娘家用的电脑玩游戏 因为怕游戏声音会打扰到别人 所以就翻了一下老婆的桌子 想看看有没有耳机 当然,没有经过老婆的同意就翻了老婆的桌子 是我的错,但我不认为这是很大的错 然后我在抽屉里发现了一个外接硬碟 因为好奇就打开了一下 里面有很多老婆中学时期的照片 但是让我生气的是 里面居然还有前男友们的照片 不只有日常生活的照片 还有一起去民宿玩的照片 去汽车旅馆庆祝生日的照片 甚至还有男生全裸的照片 一起泡汤的照片 而且不是一个前男友的 是很多前男友的照片 我真的是气得全身发的 虽然说这些都是过去 但是看到老婆跟前男友们的照片 说实话,没有人会很高兴吧 我当然不会认为我是老婆唯一的男人 但是实在搞不懂 为什么要保存这样的照片呢 因为不想一张一张去确认照片 所以就把整个文件夹都给删掉了 然后在回家的路上 我跟老婆说 因为太生气 所以把照片全部给删了 虽然不能说我完全没有错 但是身为夫妻 我以为老婆会觉得对不起我 但是她不但没有 反而还因为我没有先跟她打招呼 就随便看了外界硬碟里的内容 还删了照片 而对我发脾气 然后上个礼拜五 老婆一个人自己回了娘家后 给我来电话生气的说 连她中学时期的照片也删掉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就说了 那我是要一张一张的确认那些照片后删掉吗 于是我们又瞅起来了 老婆到礼拜天也没有回来 那之后我们就彼此不说话了 当然如果我想道歉的话 可能事情马上就能解决 但是身为男生身为老公 我到现在也觉得非常不愉快 还是觉得老婆不应该觉得自己对不起我吗 想问一下大家 我真的是发了很大的错吗 我们来看一下和我网友们的反应 男的只是删掉照片也是做错了 但是连小时候的日常照片也全部删掉了 所以百分之百是男生的错 疯了 看到前男友的照片是可以生气的 但是为什么要删掉毫无相关的回忆照片呢 真的好生气 那些照片让你不愉快的话 你可以让他删掉啊 如果都说了他也不删掉的话 到时候生气也可以啊 很可能就是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就这么留下的 就像你不怎么看的YouTube频道也不会去取消关注一样 不一定就是为了回忆而留下的啊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们表示 如果你老公保存着前女友裸照的话 你们也会觉得没关系吗 但是那个外界硬碟里也有结婚照 就表示老婆有持续的在使用 那在结婚的同时 不就该删掉前男友们的照片吗 不管怎么样都分手了 还保存着裸照破汤照 这件事情对那些前男友们来说 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你想一想 你的前男友们都现在还拿着你裸照的话 第一个错误是拿着前男友裸照的老婆 第二个错误是把所有照片都删掉的老公 两个人是天生的一对 所以华语圈的大家觉得 都结婚了还没有删掉前男友的裸删照 破汤照的老婆比较有错呢 还是偷看老婆的影子 甚至还把所有回忆照片都给删掉的老公 比较有错呢 嗯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